普京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这一巴掌是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老习的脸上 今天是2023年的3月27号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想了一下 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按照我们以前思考的 就是中共在俄罗斯的问题上 跟双方刚刚才见过面 刚刚才送走了习近平 那么双方应该是达成了某一些共识 那么为什么会再发生 刚刚回去没几天就发生这样一个 结结实实打脸的行动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到底有什么打脸的 俄新社报道 普京讲的 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克要求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同意 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然后已经装备了多少半数 能够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 俄方还可以什么导弹系统转移到白俄罗斯 没有讲具体什么时候部署 但是很明确 因为普京说了 为什么这么做 说到美国几十年来 一直在盟友的领土上 部署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是在跟做美国一样的事情 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承诺 我们先不说这个事 是不是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承诺 我感觉应该也是不违反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把武器部署到白俄罗斯去 你明白的就是在做核讹诈 我将来可能会打核战争 乌克兰方面对此的解释就是说 俄罗斯可能要战败了 他要确保自己不会战败 所以他才会迈出这一步 我们不管他有没有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但是我们要知道 之前不管是中共的 它提出来这样一个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条 它里面就有一条 第八条 减少战略风险 核武器用不得 核的人打不得 应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防止出现核危机 其实在这个12条里面 真正的你说的很明确的东西不多 但是这两条 不管是反对攻击核电站 还是什么 都是跟核有关的 这两条是非常明确的 更不用说是中国跟俄罗斯 习近平去以后签署了 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没关系 里面就是特别讲了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然后也特别讲了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不应在境外部署核武器 并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 当然这一条它可能就是说不应该 也就是说美国也不应该 美国应该也给撤走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给人看的感觉就是说 包括前面有大量上切实降低核战争风险 你怎么着你都不会理解成 这一段话是在说 美国你应该把你过去几十年 一直部署在海外各个军事基地的 很多地方的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撤走 你怎么都想不到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欧盟当时有一个 前两天金融时报发这个文章 当时就形成很大争议 欧盟的外交事务的主管 叫做何塞伯雷利 这个人也就是之前直接跟王毅提 就说你们不能给俄罗斯共武器 共武器的话 你出了我们的红线 就是那个人 他说中国的国家主席 这一次去莫斯科 让世界更安全了 降低了普京会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两天以前刚刚说的 这个文章本身很多人觉得 你怎么能这么异断 他说习近平主席 跟俄罗斯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了 说他不应该部署核武器 而且还提到了中国这个12条 这一段话 你无论如何就觉得他在告诫普京 你不要部署核武器 我不知道这个声明 当初双方是怎么你的 给外界所有的观感都是这个 结果过了一天 俄罗斯说我们要在白俄罗斯部署了 你说是打了谁的脸 首先就这哥们 欧盟的外交事务的主管 他的脸肯定被打了吧 我刚写的文章刚接受采访 结果第二天 然后他怎么说 说俄罗斯如果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欧盟决定准备实施新的制裁 就这哥们已经能感觉到了 是吧 这一步你往前走了 那么你在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 跟记得讲的习近平主席的积极的作用 而且就更不用说 中国其实在核部扩散里面 他是最在乎的 他对于俄乌战争 有可能说你们就随便打去 他不在乎 但是唯一个在乎就是核战争 你们不能打到核战争 这个是以前的 不管是外交部发言人 还是包括习近平的有些自己讲话里面 都提到的 中国在这里面是最重视的这一点 当然也核不要扩散 你想澳大利亚买核潜艇 这个本身是不违反核部扩散条约的 因为它的核潜艇是用作动力的 当然它只是有可能别人会钻这个空子 但是全世界能够有说我买一个核潜艇 就是为了把核潜艇里面的核燃料 拿出来做核武器的 这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国家太少了 那么即便这样中国也是抗议了 说你这是违反核部扩散条约 那好了 俄罗斯把携带战兽核弹头的飞机和导弹 直接送到白俄罗斯去 跟澳大利亚采购核潜艇 哪一个对于世界的核威胁更大 是核武器的威胁大 还是核的核动力 核推进的这东西威胁大 所以一直都是它的最基本的 一个国家的战略的重心 就这样被普京刚刚把你送走以后的普京 就这么破坏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禁让人怀疑 当时他双方签的这段话 尤其是最后这一句话 不应该在所有国家都不应该在境外部署 而且应该撤出在境外部署 我怀疑这句话就是俄罗斯骗他加进去的 好 我们现在说回来 就是习近平从俄罗斯回去以后 他干什么事了 他啥也没干 这两天我们看到各种新闻报道 说乌克兰 本来不是说你从俄罗斯回去以后 一周以内要跟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要进行一个远程的对话吗 到现在都没有 过了一周了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 然后有新闻报道 就是乌克兰那边随时说 我们随时可以接电话 随时可以见面 但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安排 说的比较委婉 但是意思就是这个安排一直安排不下来 那么还有个新闻大家都知道 就是拜登美国方面也说 拜登跟习近平一直要求跟习近平通话 但是中国方面不可回应 在结合之前任命了一个国防部长 专门任命了一个美国制裁的这样一个 总装备部的叫什么来着 我忘了名字了 然后把他提升现在的国防部长 摆明了就是给你出难题 你要跟我联系 我就摆个在这 你要跟我联系 必须得取消对他的制裁 是吧 故意给你难堪 所以总之就是你从俄罗斯回来以后 啥事也没做 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 你要去准备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也难怪我个人觉得 这次俄罗斯之所以做出这一步 当然它表面上讲是作为英国说要给乌克兰援助平油弹 平油弹也不算核武器 平油弹压根也不算核武器 也不算核不过散 什么都不算 俄罗斯找这个借口说 你给乌克兰提供平油弹 我就往白俄罗斯派战术核武器 但是我个人觉得俄罗斯走这一步 它明明知道会让中国很难堪 在全世界很难堪 这就是很多人以前担心的 你到各处去促进和平 促进沙特跟伊朗和平 万一要是伊朗哪天翻脸了 又去打沙特的怎么办 是吧 你以前做的担保 你这担保人怎么回事 你现在跟俄罗斯 你刚刚才做了一个 虽然没有劝和 至少给大家安心了 说核武器这块我跟他说过了 结果转头人家说了 核武器来了 我个人感觉普京就是觉得 普京其实也希望习近平做一点什么 我认为俄罗斯现在也有他的 有某种迫切的希望 希望这个战争能够结束 至少就普京本人而言 这个战争对他来说就是灾难 那么看你啥样没做 你也不像要去做的样子 双方私底下的通报里面 估计也没通报说我们要做什么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你怎么光吃不干活 你指望不上 既然你指望不上 那只能我自个儿来了 这个我觉得是俄罗斯这次走出这一步的 最合理的最合逻辑的解释 另外一方面 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什么 就是习近平他完全摆脱不了自己的 以前的惯性思维 就是说他的舒适区 就是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完全在自己的舒适区范围内 不管是跟泽迪斯基通电话 还是跟拜登通电话 在双方气球什么东西的 撕破脸的情况再通电话 人不愿意做 能拖就拖是吧 就希望我拖了拖了 这个世界能够自己变好 然后跟普京不管什么 俄罗斯那边 上次我们讲了 去俄罗斯也没有 双方没有实际给俄罗斯任何的好处 连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油管线 都没有落实 所以各方都在你这边 得不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也看不到你有什么事情 实质性的往前推进 同时你要去把各种各样的沟通渠道 隔断掉 能往后拖一天 是拖就拖一天 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发生 而且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不能指望你 你就是一个拖字诀 说白了就是你怕犯错误 再说白一点 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doing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太明显了 就是我看到普京这个举动以后 我的本来大家还有这种可能性 那种可能性 看到普京这个举动以后 如果没有再进一步的 更合乎逻辑的解释 这就是唯一的解释 就是你这个傻儿子光吃不干活 而且你还不是一个那种画牢的傻儿子 你还是个自闭的傻儿子 好吧 我们静观其变吧 情商不改 绿上流 希望不要打核战争 如果真的打起来了 这个傻儿子肯定有那一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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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